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逆》,作者尔根,演播丸子冯宝宝,后期制作云曼。 一千四百一十三集,网如烟。 那老者的三个弟子更是目瞪口呆,他们怎么也没想到,那与疯子同行之人,那被他们谈及粗俗之人,居然就是疯尊。 此刻,脑中一片空白,这三人已然忘记了思考,待在了那里。 远处天空一亮,有一片红云呼啸而来,转眼之下就临近这里。 云雾内走出一人,死人是一个老者,他身穿红袍,一头苍发下的容颜不怒自威,隐隐地还是可以从其苍老的面貌上依稀看出当年周武太的样子。 这老者,赫然就是朱雀星之主,周武太。 他看着下方跪拜的亡灵,神色露出追忆与惆怅,默默地站在那里,站了许久。 在四周所有修饰的安静中,轻声说了一句话。 你,回来了。 王林没有抬头,一直望着墓碑,扳上之后低声开口。 回来了,周武太老了,他的身体透出一股沧桑的味道,身子脉步间呢,来到了王林身边,向着那坟墓,弯腰一拜。 你们都离去吧,让我与他静一静。 周武太抬头中,目光在天空诸人身上一扫,尽管这里的修饰有不少修为高过于他,但周武太是朱雀星之主,他的身份在这里的修饰之中最为尊高。 他的话语,已然高于了修为。 四周那十多个修士,沉默中压着极度,向着王林身身一拜后,又向着那坟墓一拜。 这才带着恭敬,转身离去。 他们之中有不少修士,并不属于朱雀星,而是从其他地方来临。 自愿守护朱雀星,以此敬重封尊。 那老者也带着其三个至今无法相信的弟子,同样离去。 钻眼下,这老房子内便只剩下了王林。 周武太与疯子三人呢,那疯子看了半晌后,觉得有些烦闷,便自顾自地走到一旁,靠着院子墙双眼一闭,睡了起来。 这次回来,准备留多久? 周武太沉默片刻,坐在王林身边,右手一翻,拿出两壶酒,放在身旁,望着坟墓轻声开口。 王林抬起抚摸墓碑的手,默默地坐在了地上,其身体外那三个虚幻之影,慢慢地消散了。 不会太久,王林拿起一个酒,放在嘴边喝了一口。 这是,那湖里的酒,有种他熟悉的味道,仿若回到了一千多年前。 这是增加的酒,我当年留下了不少,为的就是和你再醉一次。 周武太轻声道,增加那个孩子,我收他做了弟子,他如果知道你回来,一定很高兴。 周武太拿起酒,喝了一口后,望着天空,缓缓说道,王林沉默,眼前似浮现了那当年憎牛的孩子,那个天资不错的幼童。 谢谢。 王林看着父母之坟,轻声道,谢什么,我这朱雀之主也是你当年给的,只是我无法去阻止这朱雀星的改变。 你成了封尊后,来了很多人,他们也是好意,想要把这里称为圣敌,我只能保留这个赵国。 周武太苦笑摇头,喝了一大口。 我知你是一个念旧之人,或许这里改变的太多,让你陌生了。 周武太轻叹,王林没有说话,一口一口把那一壶酒全部喝下后,周武太再次拿出了几壶,放在了其前方。 天空慢慢阴暗,月色笼罩大地,柔和中却是有一丝丝的凉意。 二人就着月光,喝着当年的酒,在这老房子外,在王林的家中慢慢地喝着,说着往事。 符文族的云雀子已经受缘断静而踪,我为其埋葬,他死前一直说着你的名字。 云天宗如今成为了九大宗门之一,只是当年的故人也都已经陆续消散了。 如今的朱雀星,莫说是你陌生,就连我也觉得陌生了。 当年之人,剩下的已经很少,很少。 周武太喝着酒,神色带着锥。 还记得火峰国的周子虹吗? 我也是后来才知晓你们有救。 他随着他母亲奉鸾多年前离开,据说是败入赵和某个宗派。 那周子虹的道旅在几年前一场大战中死亡了。 王林听着周武太的话语,默默地喝着酒,一壶一壶。 王林,其实我很羡慕你。 月色月浓,那一轮明月挂在高空。 月色弥漫之下,周武太似乎有些醉了,或许其醉得不是神,而是魂。 你敢走出这朱雀星,敢却在生死中挣扎。 我不敢,我只能守护在这里。 周武太脸上露出苦涩。 哼,这一手便是一千多年。 我始终无法忘记,当年你指定我为朱雀星之主, 独自离去,渐渐消散在天空的背影。 那时的我虽说羡慕,可却没有如今这么浓。 还记得我的那个弟子吗? 周武太喝了一大口酒,眼中露出悲伤。 他已经死去了多年,他是我化神的意境所在。 我曾答应过他,我要陪伴其直至死亡。 我把他葬在了朱雀星上,每次我想要离开这朱雀星时,我都会去看他一眼。 默默的一个人在他的坟前喝酒。 周武太低着头, 我那个弟子很恋家,他不想离开家乡。 王林没有说话,与周武太二人喝着曾家的老酒,直至明月渐渐消散,直至天边泛起白鞭,直至出阳抬头。 王林,红蝶可能没死。 魂醉之中的周武太,在这天明的一刹那,说出了这么一句话。 王林拿着酒杯的手,因周武太这一句话,丢了一顿。 他眼前似乎浮现出了那当年骄傲的一缕阎魂。 那红色的魂,带着其骄傲,带着其孤独,在朱雀星上绽放出明亮的光芒。 红蝶的一生很短,但其存在的绚丽,却是即便是如今的王林拿,也难以忘怀。 那但求一死,也不愿屈从而活的女子。 那冷傲至极,令当时的所有朱雀星小辈修饰低头不敢正视的女子。 那红蝶,如她的名字一样,是那天空中最璀璨的红色所化的蝴蝶。 这蝴蝶很美,让无数人永远地记住了。 王林眼中露出锥翼,慢慢地放下酒杯,望着周武太。 红蝶所在,是雪域国,雪域国已经消散在了岁月之中,永久地散去了。 这里面,与你当年的封印有关联。 其内的雪域修饰,如今即便还有活着的,也分散开来,成为九大宗门之人。 周武太抬起头,望着王林缓缓开口。 但在雪域国消散后,我在那一片空旷的雪域国内,却是发现了一处地方。 周武太神色凝重,喝了一口酒。 你师父记得,红蝶的师父,其师尊当年算出红蝶会有一场生死大劫。 死劫若过,则五行之体大成。 王林点了点头。 我发现的那个地方,就是红蝶之师,死后的一处封印之地。 红蝶的师尊修为或许不高,但其却又让周某至今未明之处。 他是如何做到,如何去布置了这么一个复杂的阵法。 这阵法内有一缕红蝶的头发。 周武太声音平静。 缓缓地诉说起来。 什么阵法? 王林隐隐觉得,又起蹊跷,双目一宁。 我对阵法了解不多,看不出太深的端倪。 我知晓你与红蝶之事,这阵法当年被我保留下来。 如今你回来了,一看便知。 周武太起身,看向王林。 王林望着父母的坟墓, 他回来的目的便是要祭拜父母。 此刻深吸口气,没有去叫醒那睡着的疯子, 与周武太一同向着天空一步迈去。 朱雀行北部啊,一片山脉弥漫之地。 在那山脉之中啊,有一座巨大的朱雀雕像。 死象啊,正是当年之物,也是如今周武太的洞服。 天空一片扭曲下,王林与周武太二人幻化而出。 周武太在前带路,二人直接进入这巨大的朱雀雕像内。 其内部另有乾坤,是一座庞大的府邸。 在其中一处石室内,王林看到了那被周武太挪移过来的奇异阵法。 这阵法约十丈大小,占据了此石室的地面, 使得四周泛起了一片寒冰。 那寒冰成蓝色,把阵法弥漫。 在这阵法中心位置,有一缕青丝被冰封, 整个阵法已经停滞了多年,没有丝毫运转的迹象。 哦,就是此阵了。 周武太望着阵法,神色中啊,透出当年的布局。 此阵,以红蝶师尊当年的修为,我不相信是他布置的。 王林迈步踏入阵法内,低头目光一闪,仔细地看了起来, 这阵法颇为复杂。 其内蕴含了诸多禁止,的确如周武太所说, 绝非第一步修饰能布置出来的。 若非是这阵法当年被我发现时已经停滞, 凭我的修为,定会被这阵法所伤的。 周武太缓缓开口, 王林低下身子,右手按在阵法寒冰上, 顿时那寒冰闪烁,四目之蒙, 阵阵轰鸣,隐隐传出, 使得这阵法有了运转的迹象。 王林双目露出颓眼之色, 半晌之后松开右手, 在其右手离开那寒冰的瞬间呢, 这阵法又慢慢地停滞了。 这是一个疯魂传送阵, 王林沉吟烧紧, 平淡开口。 应该是一个修为到了纪念后期大圆满, 甚至更高的修士不知而出, 的确不是红蝶之师, 又或者是其实隐藏了修为, 但若隐藏修为, 红蝶后来之事, 便无法解释完整。 王林平静地说道, 此阵的作用, 便是以这一缕青丝分出魂, 把此魂按照此阵传出。 就是不知会传到什么地方, 这青丝上有红蝶的气息, 如此来说, 红蝶或许真的没死。 王林目光一闪, 分析起来, 此事出乎他的意料, 他没想到在这朱雀星上, 居然还有这等隐秘之事。 当年红蝶的师尊, 算出红蝶生死大劫, 他很有可能知晓, 此劫极难避过。 不知以什么方法找到了此阵, 在红蝶尚未立劫前呢, 将其魂分出一缕, 以此阵送走, 想以这种方法, 为红蝶留下一丝生机。 如此一来, 就算是红蝶身亡, 那么有这一缕魂在, 也可以多舍重生, 以这种方法, 避开那生死大劫。 王林站起身子, 看向周五胎。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,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,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, 《仙逆》, 作者, 耳根, 演播, 丸子, 冯宝宝, 后期制作, 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竟在喜马拉雅。 我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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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